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說話的力量 其實這個題目我應該兩年前 在一個泛登讀書會在香港的活動做過 我跟一些中學生 因為是一個校長做一個泛登讀書會 泛登讀書會就是內地一個很成功的讀書會 入會制度每年要付300多元的年費 跟著就和你分享52本書 講一個 summary 講一些精讀 講它的要點是一個泛登的人去做的 他打算推到香港去做一些promotion 我幫他做過一個活動 最主要的對象就是中學生 其實那次我在泛登讀書會裡面 我都講的 講真的 講房地產 其實我不是這麼喜歡講的 因為講房地產 尤其是中國也好 香港也好 其實董建華特首以前講過 其實幾個字都講完 中國好 香港好 香港好 中國更好 中國更好 香港更好 其實這幾個字就很有玄機 不過香港人就喜歡去不去參透這個玄機 其實他已經講了給你聽 未來這幾十年的發展是怎樣的 如果你聽得明白就會明白 你聽不明白或者選擇性不去聽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自己潛意識選擇你走什麼路 我不是說說政治是說什麼 只不過是說真正正的歷史是怎樣進行 歷史是不會因為自己個人的意念會改變的 我想這個講政治或者說少少歷史 我這樣講到這裡 講說話的力量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買了一本書 那本書就是 一個叫做 《說話的力量》 那本書就叫做《Tag Talk》出的 Tag Talk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美國的 類似一個講座 他是給人15分鐘時間 他在那個 中心那裡 就用15分鐘 去講你說的內容 那個內容可以以前限制在技術 或者是一些科技 或者是什麼 現在差不多是什麼都可以說 其實你打一些搜尋字眼 搜尋Tag Talk 或者Tag Talk有一個Apps 在每一個角落都有這些 那我想說的是說 其實說話的技巧 不是那麼重要 說話的力量 說話的力量最重要是 你是不是真的用心 來跟別人去分享一些東西 因為其實那些受眾 或者是聽眾 其實你說的話出來 是有能量的 那個受眾 就算現在這樣說 我隔著咪 或者隔著鏡頭 我說的話 你們都會感受得到 其實我是沒有希望 在你們受眾那裡 去拿回來的 我只不過是想 將我自己想說的東西 去分享出去 我不會拿你一分一號 你覺得 這個人 傻佬說話適合聽的 你就聽下去咯 覺得不適合聽的 你就刪除它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我想說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是法治內心說的話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說它的技巧 不用理會它的技巧 舉一個例子 胡鋒說話是很噁噁噁的 但是他說的笑話 是挺好笑的 其實我挺喜歡看胡鋒說笑話 多過看王子華 他說的棟督笑 因為為什麼 王子華的棟督笑 是留於技巧 還有他的樣子是比較苦的 我只是欣賞他這麼多個 我未看過他現場的棟督笑 但是我覺得 他這麼多套的棟督笑 其實最好看的就是第一集 娛樂圈《血淚史》 他說的是什麼呢 他說的是自己的故事 每一個人都是 說自己的故事一定是最好聽的 如果你是說別人的故事 不是第一身經驗的時候 你的表情、動作、感覺 你是傳遞不到給對方的 那我就說這些說話的力量 或者說話的東西 就跟這些同學分享 其實公開演講是挺有趣的一件事 怎麼說呢 其實一百個人裡面 穿了九十五到九十七個人 都是選擇做廳那個 我想一百個人裡面 只有一到三個人是肯說的 為什麼呢 你去說 對著百多人也好 我最多去對過差不多二千人說話 那個心情是會 如果由第一次公開演講 到這麼多人演講 最多一頭會害怕的 腳會震的 為什麼腳會震呢 其實腳會震就是 你這些動物的基本功能 即是本能力 因為牠緊張的時候 牠要震的 就準備牠隨時去走路 這些東西我怎麼會看到 原來就是我 因為做這個Tag Talk的講座 我專門去買Tag Talk的書 我原來看到這一段東西 原來知道 原來我以前害怕是正常的 現在不害怕 其實只不過就是 經過這麼多個小時的訓練 令到我對講話有信心 以及對著這麼多人講話已經不會怕 我很簡單 我擺個心出來 我是用我的真心去跟你分享 這樣的時候 無論我講得好 以及不好 我想受眾都會覺得OK 或者我再講一下 為什麼我這陣子會想拍攝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我發覺整個市場 或者是WhatsApp群組也好 Facebook群組也好 播出的東西都是復仇者聯盟 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 我不是很喜歡看這些片 我想拍攝一些輕鬆的 風趣一點的小品 但是又有一點知識也好 或者是一些心得去分享 有一點點東西拿回 不太多 有一點點東西拿回 我覺得 都可能是為香港做好事 是一些正能量 我想我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如果講得太多就太悶了 或者我每一天或者每個weekdays 可能會更新一些 我想分享給大家的東西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拜拜